我们来看一下专题二 叫隧道地质超前预报和监控量测技术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虽然说我们说监控量测技术 是可以考察案例题的 但是这两年还是主要是以选择题的形式 来进行一个考察 主要就集中在我们18年和19年 在同一个地方考察了两道单选的题目 来看一下我们的考点的分支 主要有两个考点 第一个叫地质的超前预报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纯选择题 第二个的话就是监控量测技术 那么在这里的话 就是量测数据和处理的应用的话 是可以考察案例题目的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我们在隧道在正式开发之前 我们一般要做一个地质的超前预报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的地质条件到底怎么样 对吧 因为不一样的地质条件 我们的开发方式 知乎方式它都是不一样的 超前预报的方法 主要有什么地质调查 超前钻探 物理勘探 超前导动 以及水利联观测 好 好 来看一下具体的 第一个呢 叫地质调查 地质调查的话 它呢 是适合各种地质条件的 所以这个的话 是不用我们去专门的记忆的 大家看第二个呢 叫超前钻探法 钻探嘛 顾名思义 我们钻动 对吧 再写什么 覆水构造的破碎带 覆水延容发育 记着前面了 就是覆水 覆水 对吧 而什么煤系啦 或者油气 以及瓦斯的发育段 彩空区等等 这个东西比较什么 地质复杂的地方 我们一般是超前钻探 好 在21年的时候呢 这个二建公路呢 在这个物理勘探的地方呢 做了一下考察 好 我们来看 物理勘探呢 一般呢 适合的是长隧道和特长隧道 已经让地质条件 比较复杂的隧道 第一种呢 叫TSP法 TSP法呢 一般的用的是地震波 大家想想 什么地方呢 才会有地震 对吧 两个地壳的接触地方 才会有地震 对吧 所以那在一些什么地方 在一些我们的断层 软硬接触面的话 是比较明显的 好 预报的距离呢 是100到150米 考的是这个地方 连续预报时呢 应当重叠10米 好 第二种呢 叫地质雷达法 那雷达的话 是雷达波了 对吧 在一些岩绒啦 彩空区的探测 也可以用于探测 断层 迫在软弱 夹层 等不定峻的地方 预报的距离呢 一般的是 10到20米 连续预报的时候呢 要重叠 5米 好 这个点的话 我们在今年21年的时候呢 二件做了一下考察 要注意一下 他们各自预报距离 TSP呢 预报的是 100到150米 地质雷达的话 预报的是 10到20米 水力联系观测 如果说有水的话 而且呢 容易产生影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水力联系观测 好 那再来看 超前预报的分级 根据不一样的地质灾害 我们给它分成了四个级别 ABCD 其中A级呢 是最差的 对吧 所以呢 它的预报等级呢 是最高的 一级 那么B级 对应的是 预报等级呢 是二级 C呢 是三级 D呢 是四级 好 哪些属于A级的地质灾害呢 重点的话 就是前面这句话 叫什么呀 存在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 重大的地质灾害 比如说什么大型的暗核系统啦 什么可容颜与非可容颜的接触带啦 等等 你会发现 它呢 一般就是什么 要么是大型 要么是重大型 还有特大型等等 对吧 所以它是属于什么 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的地段 第二个呢 叫B级地质灾害 叫什么呀 存在的是中小熊涂水涂泥 只是呢 有较大的异成而已 那它呢 不是大了 对吧 好 第三个呢 叫C级 C级的话 这个时候呢 一般呢 在一些什么呀 比较较好的地段 同时呢 发生涂水涂泥的可能性 较小 就较小了 D级的地质灾害呢 那就发生涂水涂泥的可能性 是极小的 那我们根据判的关键词呢 来做一个判定 对吧 那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可以考察案例题的 比如说给你一个案例背景 然后呢 说这个地方呢 存在涂水涂泥的隐患 但是呢 发生的可能性呢 较小 问你啊 这是哪一级的地质灾害啊 是C级 对吧 较小嘛 好 那么来看一下 18年和19年的考试两道题 第一个就说 属于A级地质灾害的话 叫什么呀 重大的地质灾害 哪一个 就是C级 对吧 第一个中小熊涂水涂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属于A B级 可能性较小 那都是A C级 如果是极小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D级 好 再来看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他说过是 有中小熊涂水涂泥 中小熊涂水涂泥的话 那么地质灾害等级呢 就是A B级 就是这样来判断就行了 好 再来看监控量测技术 对吧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要随时进行的监控量测 看一下我们周围呢 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必要的时候呢 采取一些安全的防护措施 我们的监控量测呢 分为了B级项目和选测项目 那么重点呢 就要掌握住的是B级项目 B级项目总共有五个 我们先来给大家捋一下啊 第一个呢 叫做洞内外的观察 第二个呢 叫周边位移 第三个呢 叫拱顶下沉 还有我们的第四个 叫地表下沉 第五个呢 叫拱角下沉 拱角下沉的话 属于今年呢 教材新加的 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 五个 洞内外观察 周边位移 拱顶下沉 地表下沉 和拱角下沉 啊 那么一次呢 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洞内外观察 主要呢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开挖的这个地段呢 它有没有裂隙啦 有没有深水啦 等等 对吧 这个呢 就是现场的来观测就行了 好 来看周边的位移 周边位移呢 一般呢 呼应到什么呀 收敛计 全战移 那么来看一下这几个图啊 你看这个呢 就是我们周边位移的一些不测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像尤其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那个收敛计 收敛计的话 它大体呢 在两次呢 是这样连接的 你想想啊 我们开挖了这么一个动体之后呢 四周的话是有什么 是有向内一个推列吧 好 所以呢 你有一个周边的位移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上面呢 进行一个读数 收敛计上 如果说有明显读数的话 就代表呢 它周边肯定是有这么一个位移的 好 那么其他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话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全站移呢 来做一个监测 全站移来做一个监测 好 一般的就是 每5到100米呢 设置一个断面 每个断面呢 有2到3对观测点 读一下即可 好 第三个呢 叫拱顶下沉 那么它用到什么呀 用到的是水准移 阴钢池 全站移动 那个我们的一些测量仪器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拱顶下沉呢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图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是我们的水准移 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拱顶 就是这个开尔麦的上面 有这么一个观测点 之后呢 阴钢挂尺 对吧 好 在这呢 有一个水准尺 好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前后读数 来看一下 它拱顶的一个标高 有没有一个下沉 好 这是我们的拱顶下沉 拱顶下沉的话 它大概呢 也是每5到100米呢 一个断面 每5到100米呢 设置一个断面 好 主要呢 注意一下前面呢 这三个名称 好 这里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补充 对吧 那么前面提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周边位移呢 和拱顶下沉 就是每5到100米呢 设置一个对面 来进行一个监测 对吧 之后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如果说是1到2级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地质条件是比较好的 那么它就是每50到100米就行了 那20到50米的时候呢 设三级为延呢 四级为延呢 那就是10到20米呢 来设置一个断面 好 那么5、6级呢 地质条件是最差的 那就是5到10米 所以呢 就是总体来说呢 前面讲的是5到100吧 中间的话还有一个斜点 真的叫什么呀 叫做51251 我要爱我要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想 我要爱我要 51251 5到10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的5、6级的 10到20 是我们的4级的 20到50 是3级的 然后呢 50到100的话 是12级的 51251 对吧 这个的话是可以考察的啊 就说 虽然今年的话 就会发现 内容呢 是越来越多的啊 因为呢 我们的趋势呢 逐步呢 就是以教材呢 作为主线 但是呢 也会来给大家考察 规范里边的东西的 可好的地方 都给大家做一下补充 好 那么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地表下沉 这个地表下沉的话 它一般呢 用的是水准仪 阴钢尺和全站仪呢 来进行一个监测 对吧 在什么地方啊 在我们的矮洞口段 或者说是浅埋段 这个浅埋段呢 指的是它的一个埋土的深度 这是我们的一个隧道的截面 上面呢 肯定有覆盖层吧 覆盖层呢 它是小约等约2.5倍的开挖的宽度的时候呢 就属于浅埋段 但是呢 我们这里呢 也稍微的说什么叫洞口段呀 所谓的洞口段呢 不是说是在一开始那个地方啊 它是有明确规定的 就说呢 我们也是是在一开始的地方 但是呢 一开始的地方呢 它有很多的 对吧 好 这是我们开挖的一个隧道 那这里的话 如果说埋土的厚度 小于等于一到两倍的一个开挖的跨度时候呢 所谓洞口段 那有人后问 老师呢 这个跟这个浅埋段是不是就冲突了 好 一个隧道 你想想啊 这是一个隧道 隧道的话 它的埋土 这是洞口 那么它在中间的时候 哎 是不是有这么些问题啊 我们来看啊 如果说在中间的这些地方 它的一个埋土的深度 小于等于2.5倍的开挖的跨度的话 那就属于浅埋段 对吧 那么两端肯定是洞口啊 人家会问你啊 洞口的话 它到底多少范围里边算洞口 这个呢 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的 这是从哪开始啊 从我的这个埋土的厚度 在一到两倍的开挖宽度以下的时候呢 就开始算是洞口段了 就开始算是洞口段了 好 其他地方的话 就是如果说我的埋土深度 大约一到两倍的开挖跨度的时候呢 就属于洞深段 在洞深的某一段的时候 如果它的埋土又小于2.5倍的开挖跨度呢 就属于浅埋段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浅埋段的话 它归到什么 归到洞深里边去的 好 拱掉下沉 也是用什么水准仪 阴钢尺和全站仪呢 来做一个监测 好 在这些什么地方啊 附水的软弱破碎维盐 流沙 软岩大变形 含水的地方 就是这些地方呢 主要跟水有关系的话 它可能会有那拱角的下沉 好 这是我们说五个属于必测的项目 最后呢 再来看这个呢 属于地表下沉的一些观测点 对吧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隧道的一个喀面 然后呢 再是在上面的埋涂 好 那上面的话会有什么 会有一些地表下沉的一些埋测点 来做一下监测 做一下监测 好 之后呢 我们的第一段话呢 其实规范里边也没有了 但是教材没删 所以呢 也是给大家先放上去吧 开完以后呢 要及时进行什么呀 周边位的量测和拱顶的量测 安设好了毛杆以后呢 对吧 我们要往沿体里边打入毛杆 毛杆的话 你要试一下 它能不能拔出来 所以呢 要进行什么 毛杆的抗拔力的一个实验 好 这句话要掌握住 在我们的四级到六级维言中 且呢 覆盖层 如果小于四十米的这个隧道呢 是要进行地表沉降量测的 就是哪怕呢 我说大约等于2.5倍的开挖的一个跨度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的覆盖层呢 小于四十米 而且呢 守于四级五级六级维言的时候呢 也需要进行地表的一个量测 除了洞口段 除了浅埋段的一些其他的地方 但前提是 它有个点 是什么呀 这个地方守于啊 四级到六级维言 我们来给大家画一个示意图啊 好 这是一个隧道的截面 对吧 然后呢 在上面呢 是有一定的埋图的 好 这样子 在这一块 那属于什么 属于五级维言 对吧 五级维言呢 同时这个地方 有这个地方的高度 第一个 第一个 它大于了 二点五倍的开挖的洞跨 不算浅埋段了吧 但是 它又小于四十米 那么 需不需要去做地表的一个量测 也需要去做 啊 因为什么呀 它属于啊 四级到六级维言 就哪怕不属于浅埋段 不属于洞口段 只要你小于了四十米 我们也需要做地表沉降的一个量测 好 最后来看一下 我们的B测项目 是不是总共有五个呀 啊 各个侧点呢 应当尽量的靠近我们的长子面 也就是开挖的面 不受爆破影响范围内 尽快的安设 第一次读书 应当在每次开挖后 十二个小时之内 下一次开挖之前的取得 再晚也不能晚约二十四个小时 就挖好了以后 十二个小时以内去读书 再晚不能晚约二十四个小时 动力比特项目呢 它的埋测点 用到埋入这个维言中 深度呢 是不能小于零点二米 且呢 不能焊到这个钢架上去 外入的部分呢 得有保护措施 各项量测作业 均用持续到量测 当面开挖之后 全部结束 临时之后的拆除完成 且变形基本稳定后 十五到二十天 你说白了 我开挖完了以后 我知乎完了以后 那就立马停止监控量测吗 不是 当我这个隧道呢 整体的一个变形呢 基本稳定了以后 再过十五到二十天 我们再停止监控量测 这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几组数据 好 之后呢 是选测项目 选测项目的话 大家读一下名字就行了 考试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来考 下来属于B测项目的事 下来属于选测项目的事 我们只需要掌握住 哪些属于B测的就行了 对吧 通过B测的 我们来反推出来选测的 即可 好 你看第一个呢 叫钢架内力及外力 围延内部的位移 围延内部的位移 它在动力射电 在动地表射电 围延压力 两层知户间的压力 毛杆轴力 知户寸气内用力 围延弹性波速度 什么爆破震动 渗水压力 水流量 这里呢也有个什么 也有个地表下沉 对吧 但是有发现 这个地表下沉的话 它跟前面呢 那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说的是有特殊要求的段落 而我们前面那个地方 说的是什么呀 第一个呢 是动口段 第一个呢 什么呀 我们的潜埋段 这两个地方 肯定是要去做地表下沉的 除此以外 其他的地方 如果需要的话 那我们也需要去做 对吧 所以你不需要的话 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了 所以那两个地方呢 说的意思还不是一回事 好 就说的是 这个地方就指的是 除了我们的洞口段 除了我们的潜埋段 如果说你还需要的话 那我们就去做地表下沉 还有什么 地表的水平位移 读一下名字即可 好 那么监控量测完了以后呢 我们后有相关的数据 我们需要及时呢 把这个数据呢 收集起来 来绘制什么呀 时态曲线和空间的一个关系的曲线 如果说这个曲线呢 趋于平缓 代表呢 整体的状态呢 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只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处理 就像我们这个图 对吧 整体上很平缓 这个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处理 但是 如果说这个时间位移曲线 出现反弯点的时候 就代表呢 我们这个知户呢 已经不稳定了 啊 好 那你需要做什么呀 需要密切监视 这一个违言的动态 加强知户 必要的时候呢 暂停开挖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反弯点 你看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吧 好了 给你这个图 如果要考案例的话 就问你啊 出现这个点 代表什么状态啊 代表的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那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啊 哎 密切观测 加强知户 必要的时候呢 暂停开挖 第一个 什么状态 不稳定状态 第二个 采取什么措施 密切监视 加强知户 必要的时候呢 暂停开挖 好 之后呢 再来看这个表格 对吧 我们的管理呢 等级分成了三个级别 一级二级和三级 其中呢 哎 我们的三级呢 是最好的 你这个时候呢 正常施工就行了 二级的话 是要加强知户 一级呢 很危险 需要采取特定的措施 好 那么我们总我们去判定的好 它是一级 二级和三级呢 主要是根据它的位移 对吧 我们的周边位移 来获取它相关的参数 好 我们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理论位移 一个呢 是你的实测位移 好 就是说U呢 代表的是实测位移值 U0呢 代表的是设计极限位移值 说完了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实测值 超过这个设计值的话 代表有问题了吧 对吧 好 那你就会发现啊 如果呢 我们这个实测值 小于三分之一倍的理论值的话 那就代表没有问题啊 我才三分之一啊 而且还小 对吧 如果说大于三分之二的话 代表很有问题啊 所以呢 在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的话 属于二级 是要加强知户的 而且呢 这个呢 也是比较好记的 为什么呀 你会发现 等于号 是不是都在这个二级的地方 三分之一 那就是三级 三分之二的话 那就是一级 在这两者之间 那就属于二级的一个管理等级 好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如果有以下情况的话 也要提出一个预警和分级管理 好 第一个和第二个 你会发现 如果知户呢 出现开裂 如果地表呢 出现开裂 是不是都跟开裂有关系啊 只要是开裂的话 那我们就实行的是一级管理 然后第三个和第四个 出现渗水压力 水流量突然要增大 跟水有什么有关系啊 跟水有关系 或者说水体颜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对吧 跟水有关系的话 那就是二级管理 好 开裂一级管理啊 跟水的话 那就是二级管理 考试会问你 下列哪些实行一级管理 哪些实行二级管理 你能给它选择出来即可 好 那根据这个位移的速度呢 我们也来判定一下 它的状态 采取一样的措施 对吧 如果说呢 每天呢 这个周边位移的速度 大约一毫米的时候呢 属于一个什么呀 极具变形的状态 我们要加强一个知乎 如果呢 在0.2到1毫米的时候呢 加强观测就行了 如果说小于0.2毫米 每天的话 那代表呢 我们的维延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基本的稳定 好 这个也是补充的 你来看一下 大约一毫米 我们说是极具变形 要加强初期知乎 0.2到1的话 只需要加强观测就行了 小于0.2的话 不需要采取措施 已经稳定了 好 再来看二次称气的诗作 这个呢 马上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说在开挖的时候呢 要加强一个知乎 我们说一边开挖 一边知乎 叫初期知乎 做好了以后呢 再去做二次知乎 叫二次称气 那么这个初期知乎呢 一般呢 指的是喷射混凝土 而二次称气呢 是胶筑混凝土 那么什么时候 去胶筑这个混凝土呢 大家想啊 一个隧道 如果说我的这个周边位移 还很明显 你这个时候呢 去胶筑这个混凝土 它肯定会发生开裂吧 所以那我们在什么时候 去胶筑这个混凝土啊 当它达到稳定的时候呢 是不是才可以去胶筑 那怎么算稳定呢 你看 隧道的水平 净空变化速度 即要拱顶或 即底板的垂直位移速度 明显下降 说白了 我周围的 其实那就是说白了 这个周边位移的速度 拱顶下沉的速度 底板垂直位移的速度 都发生了下降 代表到开始稳定了 这是第一个 变化有速度有下降 其次 我们在变化的时候 都有值吧 是不是具体数值啊 当我们这个位移相对值 已经达到了相对微量的90%以上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说有一个设计值啊 比如说假设哎 我说你的变化值呢 就是10毫米 现在我的变化值呢 已经达到了9.5毫米了 对吧 已经超过了90%了 代表呢 我再变化的话 也没有什么变化了 是很稳定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啊 立模板来交注二次乘期了 好 第一个 变化速度下降 第二个呢 变化量呢 达到理论值的90%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做二次乘期 好 然后呢 量测管理 一般呢 是由施工dower来承担 这个量 就谁干活 谁量测嘛 啊 量测完了以后呢 我们有相关的资料 把这个资料呢 纳入到交工或者竣工文件里边 看一下即可 什么现场的监控量测计划啦 实际的测点布置图啦 我们的位移时间曲线啦 以及呢 相关的信息返回记录 还有现场的监控量测说明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内容呢 就说完了 之后呢 来看一道题目 第一个的话 问题下来属于选测项目的是 怎么办 把我们必测的删掉 那就是选测的 周边位移 必测的 对吧 拱顶下沉 必测的 好了 剩下的都是选测的 答案选的是 BCD 下来属于 必测项目的是 必测项目哪一个 周边位移 属于必测的 答案呢 选的是C选项 大家看 实行一级管理的是 哪几个 一级管理 对吧 一级管理的话 端了之后 你会发现 以什么有关 跟我们的开列有关 就行了 对吧 开列有关的话 那就是一级管理 A和C的话 是一级管理 B和D的话 属于二级管理 E的话没有 那就不用管了 所以答案选的是 A和C B和D的话 是一级管理 B和D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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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